去年春天因为鸟类在电杆上来逐潮 导致有多起停电事故 台电台中区一年来摘除了大约有200个鸟巢 并且同时在自动化的开关上面加装驱鸟器 这是透过镜面的反光和音频来驱离鸟儿们 保障民众的用电权益 抬头望电线杆可以看见亮橘色的小装置 在电线自动化开关上转动着有如小风车 鸟类竹草我们除了去摘除这些鸟巢以外 那我们摘除完之后就会装设驱鸟器 那驱鸟器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它会 如果有风过来的话它会有旋转会让鸟类会惊吓 它就不大会在同样那个地方再有竹草的一些动作出来 跟着工程车往上爬 眼前满满的稻草都是鸟儿们竹起的鸟巢 去年春天因为鸟类在电杆上竹巢 导致多起的停电事故 去年台电在台中就摘除约200个鸟巢 并同时在自动化开关上加装驱鸟器 透过镜面的反射及旋转时发出的音频都会吓到鸟儿们 避免他们在这里竹草成家 那民众如果外出有发现我们的那个电杆上面有鸟巢的一个状况 那也拜托也欢迎我们广大的民众来跟我们反映 那我们会及时来处理 最主要是引进日本的技术了 那台湾现在台湾也有在制造了 那整个这个地点装置是在去年也装了接近两年 竹巢的材料可能夹杂铁丝 不仅跳电也造成鸟类的生命危险 台电也呼吁如果发现鸟巢可以尽速的通报 以保障民众的用电权益